新月幸福乐 你是宇宙万有下唯一的唯一 也只有你才被赋予追求人生课题的能力 你劝缺的只是练习 欢迎你来到新月幸福乐来练习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本非常好的书 就是声音的力量 然后是杰克陈宏源老师出的一本书 他同时是超波导影 然后共振系统的研发人 然后生活美学创办人技术长 然后先上是老师 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小安老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杰克 非常开心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声音的力量 为什么会想要出这样的一本书呢 其实我研究声音三十多年了 从来没有想干什么 你很难想象一个人 研究声音从来不为什么 我朋友以前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我是声音的疯子就是为了研究声音啊有什么相关的议题啊相关的资讯啊相关的技术啊我都会想要去研究 可是我过去三十年其实没有想要赚过什么钱我一毛钱都没赚过啊 那就是很专心的去思考声音跟乐器啊跟音响啊跟空间啊跟身体的关系 然后刚好缘分到了吧 大概三年之后呢 一个缘分 然后朋友推我出来跟大家分享声音 我才发觉 原来也有世界上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对声音很有兴趣 所以慢慢的这三年来就开始比较主动的啊积极的啊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是对啊因为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常常在想说 像像我常常会自己开玩笑说我可能是猪耳朵 然后要听说是那个多好的音响设备好像听不出来 那那老师你觉得说那个呃沉睡的怎么唤醒沉睡的那个听觉呢 小安老师你太客气了啊 嗯 啊你讲的某种程度一样也是现代人所有的感觉啊 因为声音现在就比很多人来讲 包括年轻人老年人都一样啊 嗯 声音大部分来讲以音乐来讲大部分都是一种陪伴的功能 是 很少有机会带到一种疗愈的感觉啊 那可是声音在我们五个感觉里面啊 比如说眼睛啊耳朵啊 对 这个嗅觉啊味觉啊还有触觉这五个感觉我们人类最重要的五感来讲呢 嗯 其实声音是最没有被开发的 所以不是光小安老师你 嗯 是多个人都一样 嗯 大部分都没有被开发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你看那个呃从视觉看看好了 对 可以看到这以前的书法啊 啊啊的线条啊啊这个山水画农农跟蛋啊 嗯 或者说说西方的这种透视啊啊这个啊装置艺术啊 然后现在的电影啊动漫啊啊4D 3D啊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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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视觉上的冲击啊已经到达了一种很极致的状态 嗯 然后我们再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味觉啊我们可以现在已经到米其林一星啊二星啊三星啊分子两一啊 对人类的味觉啊也达到一种极致的开发 嗯 可是我们比如说最简单讲好了就是听觉这个部分 很多的父母啊很简单就帮你的小孩要选一个乐器 最简单的乌克利利好了啊 嗯 你都不知道说这把乌克利利跟那把乌克利利哪一把比较好 对 那更讲究了如果想要培养说你的小孩去念呃什么小吉琴啊钢琴啊更不用讲了啊 嗯 遇到这种乐器的时候呢就问老师说啊老师你来决定吧啊 你可以很精力的帮小孩决定说他穿什么衣服他喜欢吃什么食物 可是如果你说要帮小孩子选个乐器啊 对 一般来讲很多家长都说啊我听不出来啦我不懂啦 对 我我我 那老师那老师很有意思 老师反过来问问家长一问 嗯 你有没有预算上的闲置啊 哦 是 在乎这个这个乐器是哪一国做的啊 比如说德国做的日本做的贵一点啊 那如果是中国做的可能就便宜一点啊 对 诸如此类的 所以大家对声音的感觉就变成两个事情 一个是预算 嗯 一个是 评资照地啊 对 那对于这个声音到底好不好啊 这个声音对我的小孩或对我自己那种判别或这种感觉都没有感都没有一种很明显的感觉说他要知道怎么去做 对 所以可是呢 声音却又是我们这个五感里面啊 最敏感的一个器官 对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嗯 比如说你看画你很少看到会掉眼泪的吧 嗯 你不管看到张大千的话 或者看到墨内的话 对 或者看到蒙娜伊莎的微笑 你很少会掉眼泪的吧 对 或者说你吃什么分子料理啊 除非你吃到阿嬷的味道 不然的话你也很少也会掉眼泪的吧 是是是是 可是很奇妙哦 这个声音哦 对 你根本听不懂他在唱什么 比如说那个某个人在唱意大利的歌剧哦 嗯 或是有些人在唱那个那个歌剧的那个歌词哦 你一个字都听不懂哦 对 或是你看到那个听到那个有些 西藏的唱的一些反备啊 嗯 嗯 是 你会把你手下的工作呢 放下来 对 不然你在切菜啊 或在烹调啊 或是 对 有什么东西啊 诶 你会停下来 停下来 然后莫名其妙有一个刹那 你搞不好眼泪都 是 掉下来 是 而且是莫名的 你不知道为什么 嗯 不然就是眼泪已经满框了 你知道吧 有一种有一种 有一种有一种 有种莫名的感动从心里面涌上来 然后你会触动你其他身体的感觉 嗯 那种感觉是非常神奇的 而且如果你有机会去看那个YouTube 那种女乐视频 有很多小孩子 因为小孩子的经络是比较通的 嗯 不像我们抢大 都比赛了 有些小孩子你在车上 他在车上的时候啊 绑着那个婴儿的带子啊 有的时候放些音乐的时候呢 他根本就不懂 因为小孩子搞不好里面跟他沟通 讲话的对话都没有办法啦 嗯 他听一些歌曲哦 他会那个 你看他的眼神哦 然后他会笑到那眼神流出来 或者整个莫名的哭出来 你知道吗 所以 声音在我们五感里面 是 不管 不光是穿越你的原来的听觉 而且他甚至有机会是穿越你的灵魂 嗯 他是只有机会 在实数空间跟虚数空间相互交应对话的一种 是 嗯 是 但是我们人类没有被开发 所以在我的讲座里面 常常鼓励现在的年轻人 对 说 我认为声音是未来 这个世界 所有 重要项目的突破口 嗯 嗯 其实我们现在很不知道而已啊 为什么 因为声音对太多人太陌生了 对 所以你不要小看哦 现在这个 全世界很有钱的 十大有钱人 我们都知道那个Tesla 电动车的老板 对 叫Elon Musk 是 Elon Musk 其实呢 他生平有三个很重要的投资项目 嗯 第一个项目就是 我们知道这个电动车 Tesla 这个几乎是把Toyota汽车 打在地上了 股价比Toyota汽车不知道高多少 但是他每年甚至然没有Toyota的几分之几而已 嗯嗯 但是 他就代表一个未来一个趋势嘛 对不对 第二个他重要的 叫SpaceX 就是说 那种卫星发射可以回缩的一个装置 嗯嗯 那以后我们 5G 6G 其实都要靠卫星的 在上面的通讯卫星 所以这家公司的未来也前途不可限量 嗯 是 他第三个最重要的投资在今年 如果你们去Google一下的话 看到 就两个月前而已 他还投资了一家公司叫Neuralink 这家公司干嘛呢 他是未来做声音晶片的植入 在脑袋里面做声音晶片的植入 他希望透过音乐的串流 能够帮助阿坦默证 帕斯金正跟失智症 嗯 这方面的治疗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么样的一个世界狂人 或世界名人 或世界的发明家 他都已经看到了一些事情 声音对未来 在医学上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 所以在人工智慧啊 在互联网啊 在医学啊 你如果有机会再去Google 叫做Frequency Medicine 对 Vibrational Medicine 就是频率的药啊 跟频率的医学 事实上在全世界 已经悄然的进行非常久的一段时间 只是大家那些东西还没有浮出台面 我随便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对 Google Google这家公司 Google啊 2016年就已经跟全世界第三大制药厂 荷兰素 已经做一个七年的计划啊 这个七年的计划 它是个支付基金 十亿美金 它就在做一个穿戴式的声音装置 声音频率装置 来扫描我们人体现在的不和谐的频率 然后呢 侦测之后呢 反向用一种频率 希望能够平衡人体的状态 嗯 了解我意思吗 是 所以说未来的药厂 他们啊 所研发的最重要的东西 不是现在的化学的药品 因为化学的药品到现在也 发展到一种极致状态了 所以在下面要突破非常困难 嗯哼 所以在这个领域上来讲 我觉得未来是很多年轻人 可以值得去关注 而且思考的项目 如果你想要跟未来 跟着上潮流跟时代的话 愿意多花一点时间 在进入声音这个领域 尤其是在身心灵领域的人 嗯 我觉得在身心领域的人 为什么会进入身心灵领域呢 因为某种程度上 就是对于现在所有的一种 healing的方式 疗愈的方式 他有一种新的想法 嗯 那我觉得 声音这一块 也会在身心灵这一块领域上 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很鼓励 所有在从事科技眼 从事财经界 甚至在身心灵领域上 都应该多关注 声音所带来的未来的力量 嗯哼嗯哼 所以这边刚才你老师 你这边特别提到就是 比如说我们听音乐 他只是 不是只有听到他的音乐 搞不好可以听到他的音频的 这个这个我们讲说 这个音波什么之类的 隐藏的东西 啊所以 但是我们 那我们平常人要 要是 要怎么去训练 就是我们这个耳朵 让他的敏锐性可以更好一点 没错没错 因为我们现在人类 对于声音研究的单位 嗯哼 为什么现在科学发展 在声音这方面 还没有 还没有大大大幅的起飞 就是因为在量度的单位 有限制 比如说来讲 我们声音的音高 是用hz为单位 就是多少 440hz 代表某个音 那音质量呢 是用db值分贝值为单位 就是这个音量有多大 嗯 那除此之外 就比较有 没有什么其他的单位 去衡量这件事情 对 第三个很重要 就是音质 音质到现在还没有 科学单位可以去量度 嗯 但是我觉得在未来 很短的时间 科学家应该会发现 那我在书里面 有跟大家 教大家 我们要去进入这个声音的领域 因为如果你没有一个单位标准的话 你没有一个指标的话 大家就很难互相学习 大家就很难交流 你知道我意思吗 嗯 大家都平衡 是 我自己来讲 我们去听那个中国好声音好了 对 或是以前的这种 歌唱选秀节目 那 或是你知道看国外的talent show 对 他们达人秀里 都有共同的问题 那些 那些裁判呢 都是非常厉害的演唱者 曾经是 或是很好的音乐家 但是呢 我们观众在听看这个节目的时候 比如说中国好声音啊 你看到周杰伦啊 余澄庆啊 那应啊 他在评论那些演唱者的时候呢 大部分的他在评论都是 哇 好棒啊 哇 好感人啊 哇 你演唱了三次 那我 怎样怎样怎样 可是 我们都 可是观众学习到什么 其实观众没有学到什么 观众只 观众根本不想了解说 这个人到底唱好在哪里 嗯 所以 他标准在什么地方 你知道吗 他只能讲一个 Amazing Wonderful Fantastic 就用这种 一种比较感官的形容词 可是你没有学到说 这个演唱者到底哪里唱的好 所以我在书里面呢 我做人建立了一个六个指标 嗯 就是用高音 中音 低音 是 平衡 共鸣 特色 不多不少 就用六个指标 来教大家怎么样去听声音 哦 从这个声音里面呢 慢慢练习说 哦 我把声音先解构 因为我们人类学习要靠左脑嘛 对 要靠一个国籍的方式去建构 对 那建构呢 我不可亏言就要先把它先拆分 嗯 那拆分的目的呢 是让你个别理解以后 你自己再做政客 嗯 因为你拆分完了以后 你个别听得出来不同的高音 中音 低音 共鸣 平衡 特色完了以后呢 你对每一个有个别都有一种不同的体验之后 回过头来 你在一起去听音乐或声音的时候呢 你会发觉你的听力跟以前不一样 嗯 是 对啊 我觉得就是老师很棒 在书里面有把这个 就是我们讲说 你怎么开发自己的耳朵的听觉能力 就有这些结构 好 那可不可以请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 如何透过声音的共振 让自己的身心可以安宁呢 太好了 基本上呢 在我讲座里面呢 我在声音里面 在生活的日常当中 我们先不要讲说 在我个人研究的部分好了 研究的部分 我可以跟你讲 三月都讲不完 是 可是我个人相关的 有关于声音的部分 我在声音的疗愈里面 我讲主动音声跟被动音声 被动音声什么 你说我们听一个好的音质的音响 对 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可以让你的身体的疗愈 得到一种舒缓 是 所以我前几天 已经在一个运动中心里面 我也看到他们 用一些比较重音质的音响设备 然后那些所有的那个 部件者都躺在地上 听不同的曲子 然后他还有一些不同的设备 来帮助这些人呢 得到身心的一种休息 这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趋势 这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趋势 那另外跟自己的关系 如果你自己在家里怎么做呢 我在讲座里面 也跟大家分享 就是你自己的声音 你自己的声音 其实是最有耀性的 但是这个耀性的 必须需要练习的 那为什么我讲声音是有耀性的 就是说你看我们中国字这个耀这个字 耀这个字是一个草字头 下面是一个音乐的乐 也是快乐的乐 草字头对我的定义就是你天然本有 就自然有 拥有的东西 那乐呢 就是音乐呢 就是这种频率共振 乐呢 就是这种和谐喜悦 只要这个声音是天然本有 又充满和谐喜悦的一种震动 其实就带一种药性 嗯 所以中国这个字这个药 湯蝶召这个字不是随便乱召 都是一个深刻的意义 所以现在还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解码而已 对 那对我来讲就是你自己的声音 事实上如果可以把这共振练出来的话 对 那他就带了音乐 那各位不是唱卡拉OK 不是只是去唱那个 明月几时悠 今天唱这个 不是这个意思 是 因为我们人类分三个腔 我们乐器也有分这个 我做乐器的时候也是 你知道吗 乐器有共鸣腔 对 其实我们人体呢 是共鸣腔 我们人体的共鸣腔呢 有三个东西 一个呢 从最下面的是腹腔 对 最中间的是胸腔 对 最上面的是乳腔 是 如果你需要你的身心能够平衡的话呢 就要把这个三个腔体 达到一种共振平衡 嗯哼 那怎么样用你的声音去做呢 对 很简单 我在讲座里面就跟大家分享 用三个声音 你自己的声音 嗯 我用啊这个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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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以后先用腹食呼吸 对 先把气吸到腹腔以后呢 对 然后很放松 一定要很重要啊 一定要放松 嗯 放松的让声音透过你的声带 然后呢 用啊这个音 是 往下沉前 哦 哦 来共振你的腹腔 嗯 再示范一次哈 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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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然后呢 你发完这个声音后呢 我一般在家里练习 我都会连续发七声啊 对 七声 然后呢 用呜这个声音 呜这个声音呢 很轻松的也是放松 然后用呜呢 用呜呢 用来共振你的胸腔 对 所以我的声音是这样的音响哈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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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发声的过程里面呢 把你的胸腔哦 随着你的声音的长度 一点一点的感觉 把它松开来 对 在发声的过程里面 三个重要的关键 你的声音 你的身体 你的意识 嗯 三个要能够合一 嗯 就是说 你刚刚开始的时候 不容易 不容易啦 因为你也不是很很很 对 有时候你在发声的时候 脑袋搞不好 是想其他的事情 是 对啊 所以我说我建议说 你的身体跟你的声音 和你的意识 能够三个合一 对 然后把你的胸腔 牺牲哦 慢慢物保放开来 对 然后最后呢 用嘴巴闭起来 用嗯嗯 这个声音啊 去供正你的胸腔啊 我示范一次啊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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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n 嗯 這三個聲音呢 腹腔我們聲音往下 鬆 烏呢在中間胸腔呢 也要鬆 然後呢嗯呢是往上揚 用鬆 然後呢你各七聲之後呢 你試試看 如果你是從事瑜伽的 你是從事這個靜坐的 或是你是正念的 或是你在從事任何有關於 你要做香道 你要做品茶 我建議你在 發七聲阿 七聲嗚 七聲嗯完了以後呢 再來從事你想要做的香道 茶道 瑜伽 靜坐 你試試看 嗯哼 你做完這七聲以後 你身體的頻率共振狀態 是截然不同 是 或是你 發了這七聲之後 你再打坐 跟你沒有發這七聲打坐 那打坐的品質不一樣 我舉例來講 比如說你打坐一個小時 對 可能前面五十分鐘 都在跟你的念頭作戰 跟你的身體的氣息 對不對 你真的能夠享受那個入境的狀態 大概就後面那五到十分鐘 所以你品質 前面那五十分鐘都是為了最後那十分鐘 對 可是以我個人的經驗 還有我跟這些朋友分享以後 大家共同的結果是這樣 如果你願意先做 啊 嗯 嗯 提升完了以後 用你自己的聲音 然後練習把你身體的共振頻率 安定下來之後 你再打坐 你會發覺 你前面那五十分鐘 你可能靠五分鐘左右練習 可是他會給你五十分鐘 你以前享受不到的一種 共振優良的品質 等於說你說不定有五十分鐘的時間 都是在一種身心很平衡的狀態 所以你打坐的效率 會比以前 增加了十倍 是 你知道我意思嗎 就是說如果你願意先做聲音 用聲音的共振把你自己的身體的頻率 先安定下來 你做什麼東西都會平衡的效率 嗯哼 那老師這個是一定要把聲音就是 放到很大嗎 還是說 他 就是可以比如說用 就是氣音的模式來 來做呢 小安老師你問的重點 基本上他有分階段 如果在我的講座裡面 我跟大家提到 初期來講 因為我們大家 因為我剛剛說過嘛 你聲音要練到要性 是需要時間的 對 要三個月左右 因為我不再練唱歌 我再講一次 你本來就是一個很好的歌手了 或是這樣 但是唱歌跟聲音的療癒是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因為唱歌基本上就算是Polarity 或者是說你是一個歌劇演唱家 雖然你很會唱 可是你的唱歌是要投射出去的 是給別人聽的 是 可是我們自己在練聲音療癒的時候 是給自己療癒的 不是做投射用 不是這種大量投射到一個現場幾百人的場地 所以你要什麼共振 你要在單前後面 怎麼樣 要很重視你發聲的姿勢 在我們字母療癒的時候 我個人是認為不需要這樣 但是 你在練習這個三個月的時間裡面很重要 聲音初期還是要稍微大一點點 為什麼 因為你初期的時候 我不是要你用吼出來 不是這個意思 相對來講 跟對你最後期的狀態來講比較大的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現在初期還是要靠你的聲音 的震動 震動你的腹腔 震動你的胸腔 震動你的胸腔 所以剛開始是要稍微大聲一點 然後到中期的時候 到後期的時候 是越來越小聲 尤其到後期的時候 你可能只要原來音量的三分之一就可以了 為什麼這樣子呢 因為聲音 聲跟音 聲是聽得到的 我們叫聲 你看聲下面是不是有耳朵 聲是聽得到 音是聽不到 那音就是什麼呢 音就是你的情緒跟你的念頭 那你的情緒跟你的念頭 其實都是波動 但是很難 測量到 但是這些波動 都影響 強烈的影響 你的身心 尤其是 音的這個部分 就是聽不到的聲音 對你身體的 身心狀態的影響 是遠遠超過 可以聽得到的聲音 所以剛才我們 這個聲音的震動的時候 剛開始是要稍微 大聲 你要感覺到你的腹腔 甚至你的 大腿肌肉 甚至你的 小腿 甚至你的泳拳 你都會感受到 聲音的共振 可以傳遞到那個方向去 那你做呼聲的時候呢 聲音 往上揚的時候 你甚至會感覺到你的百慧穴在震動 這是初期 那你自練習到三五個月之後呢 你很習慣的共振 而且身體大部分都已經正 和諧開來的時候呢 其實這時候發的音量就可以大幅減少 那時候就要 從 聲音的另外一個品質 要往另外走 在我講座裡面 我聲音分三個階段 對 就要透過身體的進化 情緒的轉化 跟意識的重啟 那身體的進化的部分呢 是要靠動 要靠斷 才能夠進化 所以聲音的流動非常重要 聲音的流動初期 對於身體的鍛鍊 對身體的進化 非常重要 可是你到情緒轉化的時候呢 聲音就慢慢要轉進入音的部分 音的部分呢 其實最重要就是要安靜 安靜要練習的是覺察 那時候我會教大家 休止符的力量 什麼是休止符 就是一個音樂裡面一定要有休止符 但是休止符 一般是最容易被忽視的 因為大家我們都喜歡去聽那個 melody 那個旋律 很少人會去聽休止符 其實休止符是所有音樂裡面 最關鍵的一種 兩眉妖就是這種 最有力量的地方都在休止符 如果有機會再跟大家 闡述這個部分 然後最後呢 到意識重啟呢 就是在一種非常安靜的狀態 可以讓你的 讓你這個 智慧可以產生了 但是大部分人剛開始 八、九十人 都要在前面的身體的進化 要做很多的努力 包括你的發聲啊 包括你的一些功法啦 就是要怎麼樣那些動啊 怎麼樣讓身體可以得到一種啟動 完了以後我們再開始安靜下來 這是我一個流程 或是一個 一個過程跟大家分享 是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 一整套的那個聲音的那個 開發過程 好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老師最後有沒有什麼要跟大家補充的呢 我最後我希望大家 大家都有小孩嘛 你知道小孩是我們人類 我們人類的嚴返都靠這個 小孩未來的這個 他的 他的智慧也好 他的能力的開發也好 我覺得小孩來講 研討開發這方面非常重要 因為小孩子我發覺 我家樓下的鄰居 他從 生開始 每天會哭三到五個小時 也是 切絲滴滴的狂哭 那長大到六歲以後 他以為說是因為 扁桃線什麼一個 什麼一個腺體出了問題 所以才造成他那麼躁動啊 結果他動了一個手術以後呢 安靜了半年 不知道是因為手術 讓他安靜了半年呢 還是因為這個 這個這個 有沒有治療不治 他以為他治好 對 最近這半 他突然之間呢 這個六歲的小孩呢 又開始發狂 比以前更可怕的 有一個躁動的劇烈 他其實是個天才小孩 他六歲的時候在學校裡面 人家還在學ABC 他所有英文都都會了 可是他每天晚上 凌晨四點鐘到六點鐘 他會抓狂敲著牆壁 大喊說我要出去 可是我在睡覺的時候 我應該會聽到牆壁有人在敲床 我以敲那個牆壁大喊 我以為是有人 壓爆啊 這個 小後來才了解說 其實這個小孩 其實 小孩子那種躁動 都沒有辦法 好方式 結果呢 我才發覺說 他的阿嬤啊 帶他去看全台北市 所有的這種 身心這方面的醫生啊 要看到小孩 過動的問題啊 就你知道嗎 到明年過年啊 之前他都看不到這些醫生 因為全部的醫生都已經 滿整 我才驚訝說 原來 這個年代的小孩子有這麼多躁動的問題 你知道嗎 所以 我覺得在小孩子在躁動跟 專注力這方面 我希望透過聲音 在未來的 能夠 做出一套一些系列性的東西 能夠幫助我們的小孩 除了剛剛我講的對成人 怎麼樣讓身心可以得到一種 重新的啟發之外 可是我覺得對小孩 未來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希望在 齊取在 可見的未來 我也希望 發展出一套聲音的系列 能夠幫助這些小孩 因為小孩子可以得到身心健康 我覺得 家長也能夠得到一種 比較安定的一種狀態 因為我看我們鄰居那個爸媽也快瘋了 對我來講 對我來講 希望說 聲音這個項目 不管對小孩 其實對於 阿澤摩德帕斯金的知識症 現在在要醫學方面 已經束手無策的這種 這種病症 對 聲音這款 或許是未來一個很重要的 一種研究的方向 也希望帶領大家 不同的 這是我個人 對我自己的期許 是 今天謝謝 傑克老師 陳宏妍老師 跟我們分享他的新書 聲音的力量 然後是 地平線文化出版社 出的一本非常好的書 然後相關的老師應該還有一些 那個線上課程 然後我們都可以到 老師的那個粉絲團 然後去 去查閱 今天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小安 謝謝大家